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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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说坚守自盗 稍等 稍等 这是他之前的名片 不知道这个电话还能不能打动 谢谢 您还有什么具体的事情都可以向我们提出来 也没什么 二位主要是负责夜间的安保 和临时转运时候的安全工作 那白天呢 这么贵重的石头 不至于大白天就有人偷有人抢吧 夜间行窃 一般是白天来彩点 我先去看一下 这里的安全系统有没有问题 好好好 王总 天马上就要黑了 我们得提前做好准备工作 既然没什么事情的话 那我先告辞了 好 那你们受累 辛苦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我想跟你谈谈 我们不是都已经谈过了吗 可我总觉得 你还在怪我 工作时间 别提这些有的没的 安全系统都装好了吗 都装好了 监控器的角度都调整好了 目标周围安装了振动感应器 一切都准备就绪了 小迪 辛苦了 你为什么要告诉她 我 我实在忍不住了 小迪 对不起 你不用说对不起 你说的本来就是事实 是我不能接受的事实 希望你以后能够好好对待粉红包 我们不要再纠缠下去了 再见 小迪 不好 好 你在干什么 我 现在是上班时间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我就是好奇 今天看她在那儿捣鼓了半天 我 想看看我 我学习学习 我的安全系统 要是你随便看了就学会了 我就不用干了 是是是 你还愣在这儿干吗 工作期间禁止离开岗位 快回去 是是是 怎么了 没什么 为什么我总感觉怪怪的 好像有什么问题 又是你的第六感吧 一神一鬼的 不如直接去问王子林好了 你别跟过来 我自己去 你守在这里 顺便好好检查一下你的设备 关小姐 怎么回事 有件事情我想问您一下 说 总是跟着您的那几个 保安室展览时的工作人员 还是您自己单独聘请的 别人我那儿放心哪 肯定是我自己找的呀 哦 那都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 哦 这都是朋友介绍啊 怎么 你对他们不放心吗 没有 您请的人我无权评价 只是 刚才出现了一段小插曲 我必须得跟您汇报 请讲 我们在赌石展台周围 架设了一层震动感应器 只要有人靠近 震动器就会报警 刚才那声警报 就是那个保安室靠近的 并且激发了震动感应器 那会不会是 他们出来巡逻 不小心碰他的 不可能 他的工作岗位是在监控室 在执勤期间不得擅离职守 这是好念最基本的准则 而且 他出现在展台附近的时候 展台附近的几台监控器 都已经停止了工作 这儿肯定只有两种可能 一 是他自己关闭了监控器 二是留在监控室的其他保安 关闭了监控器 到底是哪种 我自己也无法判断 还是小心为妙啊 管小姐 你提醒得非常对 不行的话 我马上把这几个保安 全部解雇 也不用 非要这么绝对吧 我就是想要提醒您一下 不不不 防危杜鉴 不允许有任何安全的隐患存在 看来你们这个烈火神盾公司 名不虚传哪 对了 明天下午三点 我要带着赌食 去一趟希尔顿酒店 还需要你们两人随同 护送一下 没问题 那您现在没有其他任务 吩咐的话 我就先下去工作了 好 那你忙吧 你怎么到我这儿来了 找我有事啊 你怎么了 眼色那么难看 昨天一晚上没睡 你能告诉我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吗 爸 你到底是怎么跟我妈认识的 你怎么突然想去问这个 不是突然 我一直都想知道 只是我每次提起我妈 你总是含含糊糊的 都读完年以前的事了 还提她干吗 我只想知道 你们到底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什么时候结婚的 我想多了解一点我妈 我想多了解一点我妈 你只需要记住 她说好女人 好妈妈 就足够了 王总 好 车费已经准备好了 东西已经装箱了 可以出发了吗 好啊 新的保安什么时候可以到位 这个我很快就会处理 我坐你们的车方便吗 可以 您请 好 谢谢 王总 您方不方便透露这趟行程的具体目的 这有助于我们提前预估风险 这也没啥 有个老板想提前买下我的赌石 找了几个专家想看看货 这种事啊 在赌石圈子里是经常有的 那有没有可能以后让买家来展览馆来检验 这样可以有助于减少风险 因为很多结案都发生在运输途中 有这么严重吗 您是雇主 我们会尽量尊重您的意愿 但这种风险还是尽量规避的好 那这个事啊恐怕不好办 现在啊谁出钱谁就是大爷 自然是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 明白 小爹 下个路口走管改变形成 好 为什么呀 有人在跟踪我 怎么这这怎么办呢 王总请您坐好 我们会保证你们的安全 放心好了 跟上来了 真跟上来了 王总 现在情况不明 建议您取消行程 不行不行 不能取消 人家都看了两次了 说不定今天就能定下来 请您以安全为重 那你们把它甩掉啊 甩掉就行了 不就是一辆破边包车吗 那请您坐好 7еж呢 7 月 是 刚才行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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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你 是南清市电视台吗 王总 这种事情做好 不要先透露给媒体 不管你的事 没事没事 你们呢 赶紧把石头 拿到二楼贵宾厅 我是前两天 丢堵石的那个王子林呢 还记得吧 对 我告诉你啊 刚才我被车跟踪了 这件事啊 非常严重 你觉不觉得 他这个人有点奇怪 遇到这种事情 他不报警 先打电话给电视台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先把石头搬上去再说 好的 我说崔老板 你这来来回回 都好几拨专家了 这都第三回了 我看呢 今天就买了得了 王老板 玩赌石的时间你比我长 我还是稳妥点儿好 你应该知道我的意思 稳妥 稳妥归稳妥 可是这块石头 它是稳砖不赔啊 你再等啊 我就怕给别人收去了 要真的稳砖不赔 王老板 你自己不就早切开了吗 行行行 我说不过你 那咱们还是 等等专家的意见吧 好好好 我现在到了啊 行一会儿见 我眼就是散步路过 这么大块一石头 在路边躺着 你说能不奇怪吗 我就过去多瞅两眼 这一看不要紧 原来是块赌石 好 好 王总 好 我上那洗手间 你在这儿看好石头啊 好的 王老板怎么会跟这个人 还有联络啊 哪儿 方哥 那个 我爸老家是云翔的吗 是啊 怎么了 这下好了 连保安都没了 咱们俩 只能像傻子一样 在那儿沾一夜了 你想什么呢 我总觉得今天 这些事情都怪怪的 我今天在酒店 好像见到了之前 捡到王老板 赌石的那个人 那个秃头男人 他还和王老板见了面 那说什么了 他们俩鬼鬼祟祟的 在哪位山间捡的 我没有办法跟进去 你说 他们俩怎么可能 还会有联系啊 估计是上次的报酬 没谈妥吧 什么意思啊 我觉得 王子凌在炒作他的赌石 我去查了一下 有人捡到赌石这条线索 你猜是谁 把这个线索 给电人抬的 王子凌 差不多 就是他之前 开除的那个助理 那他这不是在自导自演吗 今天下午来的所有专家 一口咬钉里面肯定有东西 就算是最先进的仪器 也不可能测试出 百分之百有结果 所以今天下午那些人 应该都被王子凌给收买了 可是 如果单单只是炒作也就算了 他这已经涉嫌诈骗了 赌石赌的本来就是运气 像这样的小手段 在这个圈子里 已经屡见不鲜了 但是我们也不能 眼睁睁地看着 其他人被诈骗了 再说了 这几百几千万 可不是个小数目 你能不能专业一点啊 咱们俩现在首要的任务啊 是看好这块石头 其他的事情 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再说了 这石头切出来 也不一定里面真没东西啊 我们俩没凭没剧的 说了也没人会相信的 我怎么发现 你这个人现在变得 越来越无情了 算了 我去趟卫生间 你在这儿盯着 唉 唉什么唉啊 叫你能去我不能去啊 小爹啊小爹 我多想讨厌你啊 你却从来都不给我机会 什么人出来吧 我已经通知保卫科了 保卫科 不过几个臭女人而已 兄弟们跟我上 你站住 你能去吗 可以吗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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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女儿还挺厉害啊 看我姐姐不动画你的脸 你敢欺负我家粉红棒 小爹 小心电火离山 手没事吧 没事啊 谢谢啊 赶紧报警吧 身高在一七零到一七五之间 体重是中 领头的人是本地人 因为他有本地口音 其他几个没有说话 当时江湖路向停了 嗯 他们应该对这里的情况 非常了解了 应该是提前来采过点的 还有什么其他一点吧 小偷会带钢管来行窃吗 什么意思 他们四个人的武器都是钢管 我觉得如果是要抢劫的话 砍刀和匕首不是更实用吗 所以你的推断是 没有 我只是觉得奇怪 好 那先到此为止 如果抓到嫌犯的话 我们会通知你们前去执任 嗯 谢谢 小爹 小爹 你刚才到底想说什么呀 你看王子的那个样子 他像是被抢劫的人了 分明连中彩票的人 都不可能像他那么开心 多亏呀 我花重金请了保镖 什么事啊 崔小姐 崔小姐 麻烦你们过来一下 好吗 诸位看 就是这二位 我从烈火神盾 请来的我的安全顾问 也就是我的保镖 幸亏有他们俩呀 要不然这会儿 我就该跳楼了 两位安全顾问 请你们多透露一些 案发当时的细节好吗 不好意思 媒体曝光会影响警方破案 也会对我们执行任务 造成困扰 请你们见谅一下 专业 诸位看看 素质多么高 太专业了 王总 还有其他事情吗 哦 你放心 保安我已经请来了 白天就交给他们 那你们抓紧时间休息吧 好 这位女士 您的手是不是受伤了 是昨晚与歹徒搏斗的时候 受的伤吗 王总 没什么事情的话 我们先走了 辛苦 来 休息吧 手没事吧 没什么事 不用担心 休息一下就好了 真的没什么事的话 我先走了 你干什么去啊 王子林这个人这么奇怪 你就真的不想 弄清楚真相吗 我们是安全顾问 又不是私家侦探 王子林借我们炒作也就算了 但如果他真的涉嫌诈骗的话 我们不就成帮凶了吗 那有什么区别呢 作为安全顾问 最重要的事情 是完成好我们的任务 其他的事情 不在我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有人跟我说过 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陷阱 但只有两种人 发现陷阱 躲着走的人 就是赢家 没发现陷阱 就已经掉进去的人 就是输家 我们明明知道前方就是陷阱了 只要我们躲着走 就能顺利地完成任务 崔天气 这些理论都是谁告诉你的 如果你先发现陷阱 那你告诉其他人 这里有陷阱不就好了吗 李琪说过一句话吗 叫人的能力越大 责任也就越大 如果每个人都这么自私的话 这个世界还有救吗 反正不管怎么说 调查真相 不在我的责任范围之内 我忠于我的任务 所以这件事情 我帮不了你 那这样吧 分头行动 你去查昨天的几个人 看看能不能找到线索 消除安全隐患 应该是你范围之内的事情吧 这个可以 那你呢 我也去消除安全隐患 你小心点 别乱来 放心吧 我姓刘叔 听话啊 慢点 你还别摔了吧 嗯 我呀 我上 你还别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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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 打扰一下 请问爷爷您是本地人吗 是啊 那您二十年前也住在这里吗 我从生下来就住在这儿 您认识这个人吗 哎 这这人瞅着面熟啊 呀 这不是当兵的那个 当年当兵的那个小伙儿 叫什么什么熊震海吗 熊阔海 熊阔海 对对 您认识他 当然了 我就是他邻居啊 奶奶 实不相瞒 熊阔海就是我的爸爸 我是他儿子 而这次回来呢 就是想了解一下 他从前的生活 这可就奇了怪了 小熊就只有一个闺女啊 是啊 哪儿来的儿子啊 哎 这 这是有点怪啊 他 我跟你们说啊 等一会儿 这电视新闻一播呀 观众会翻好几倍的来 我提醒你们 只准看 不准动 明白吗 明白明白 哎 哎 请参观的观众进来吧 来 来 看看 哎呦 你看看啊 看一看啊 真好 好 好 你看那个石头 在那儿呢 哎 听说了 听说不错啊 这儿不错啊 这儿不错啊 你看看 那边看见 确实不错啊 这上千万了 超你不错啊 你看 就这样吧 真不错 还就是这个 这儿不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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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儿不错啊 好 好 小冯报 我已经开始行动了 你那边怎么样 小迪 警察说监控显示 一犯是步行逃离这条街道的 说不定他们把车停在了附近 我先去附近几个停车点看看 也许能找到车牌 好主意 连接最近的监控摄像头 正在执行 小伙子 这就是熊旷海的家 你看 可以 这就是我爸当年的家 是 吗 那会儿你爸和他当时的家人 就是住在这所房子里 那您还记不记得 她当年的妻子是谁啊 记得呀 小林嘛 陆林 她和陆林 可是这片有名的金童玉女 谁不认识啊 她的闺女叫小月来着 孩子 你今年多大了 没想到 你爸的保密工作 做得这么好 娶了媳妇 还生了儿子 就是她每次回来呀 都不露底 嘴风啊可言似了 谢谢奶奶 小伙子 小伙子 你去哪儿啊 熊光海 就是我的爸爸 我是他儿子 我这次回来呢 就是想了解一下 她从前的生活 这可就奇了怪了 小熊就只有一个闺女 是啊 哪来的儿子啊 她和陆林 可是这片有名的金童玉女 谁不认识啊 她的闺女叫小月来着 孩子 你今年多大了 既然你都已经知道了 那我就告诉你 熊光海是我的父亲 他也是你的父亲 不可能 我叫熊小月 跟了我继父之后 我改了姓改了名 熊光海跟我慢慢在一起的时候 早就跟你母亲有了你 你是个私生子 你满意了吗 我不相信 你听谁说的 证据呢 证据呢 这世界上有很多 你不能理解 但是必须接受的事情 不好 我接受不了 我不能接受 我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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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成之后 我绝不会亏待你 来 来 我告诉你啊 这只是一半 事成之后 每个人还有一份奖赏 数出钱吧 老板 咱那事都卖了多少钱啊 兄弟 该问的问 不该问的不要乱问 有些事啊 你要是知道的多了 反倒不好 明白明白 我再强调一遍啊 最近外头风声很紧 警察到处找你们呢 给我踏踏实实地在这儿待着 听见了吗 明白明白明白 粉红包 我这边有重大发现 你那边怎么样 我找到了比车牌更重要的东西 真的 你在哪儿我去找你 永乐路三号 好 小姐 轮胎不要钱啊 那当然了 向特技需要代价 怎么样 找到了吗 不多不少 整整八支 你看 别摸 不是 戴手套不就是为了不留证据吗 你弄成现在这样 还要手套干吗呀 不是 你脑子是平的嘛 这手套内侧 不全是指纹吗 对啊 那 我们现在又多了一条证据 又 还有什么证据啊 我给你看啊 别吓一跳啊 这丑姐给你报了 怎么样 我就说她这人有问题 试诚了之后 每个人 你干什么呀 崔天青脑子有病吧 你脑子才有病呢 你留这些影像干吗呀 交给警察吗 那当然啦 王子灵她现在 不仅可能是诈骗犯罪 而且她有可能满凶杀人 你怎么了 崔天杰 受伤的人是你又不是我 你看吧 这就是你乖小弟 你每次都这个样子 永远只考虑当下 不考虑后面的结果 你觉得这样的结果 是好是坏呢 别扯太远了吧 王子灵现在是在违法犯罪 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报警了呢 可我只能忍着 你以为我能咽下这口气吗 如果去报警了 会是什么后果 警察逮捕王子灵了 然后呢 会对烈火神盾是什么影响 是好是坏呢 当然是好的了 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都是合理合法 放在哪儿都是正面典型啊 可对于我们这个职业来说 你和我会成为最大的笑柄 你想想 作为安保顾问 我们不仅没有履行自己的责任 反而去跟踪偷拍我们自己的雇主 你觉得会是什么后果 没错 在所有人眼里 我们确实做了正确的事情 可是我们是最大的叛徒 你知道吗 我们背叛了自己的责任 背叛了自己的职业 也背叛了雇主 还有我们的操守 姑且不谈我们对自己个人 盛压的影响吧 你觉得从今以后 还有人 会向烈火神盾 请求安全保护吗 也对 你说的也有道理 但是我不能接受 既然我们谁也无法说服谁 那就再找个人帮我们判断吧 我老女啊 秦教官 我现在跟粉红豹在一起 有件事情想要向你求助 粉红豹也在呢 对 我们在一起执行一个任务 我都知道 我在这篇新闻上面都看见了 烈火神盾 勇斗劫匪 性感女保镖 应勇负伤 行了吧 跟你说真事呢 嗯 说吧 那你好好听着啊 不许打唱 好好好 你说 嗯 所以 你们是要我 帮你们做决定 对 你先说说我跟粉红豹 谁对谁错吧 我觉得你们两个都对 你说了跟没说一样 现在没让你当合适了好吗 这么说吧 这件事情 搁在谁的头上 都说不清楚是非黑白 不过 如果你们把证据交给警方的话 我大概能猜到 你们的雄教官 会是什么样的反应 他会扣除你们一个月 或者半年的工资 然后呢 他会打心眼里佩服你们 尊重你们的决定 他不会开除我们是吗 当然不会开除 就算开除了 你们的秦教官 会养你们一辈子的 那感情好 不过说真的 我觉得你们两个 会是最合适的搭档 一个冲动 一个冷静 一个思维缜密 一个雷厉风情 正好相互促进 相互平衡 那这到底是支持哪一方呢 我在训练营的时候 不是跟你们说过吗 要做事先做人 一旦你们做错了决定 就会付出一定的代价 所以我想 你们应该有自己的决定 好了 最后一句话 这通电话不存在 你们说的事情 我也完全不知情 行吧 男神 那你现在跟柳教官怎么样 挺好的 什么时候可以吃你们喜糖 什么时候可以见到小秦升 好了 不跟你们说了 既然男神教官都说了 那就按他说的办吧 放心吧 我一个人的决定 我会一个人负责的 这是我们俩共同的任务 所有的责任 我们共同承担 走 喂 陈老板 五百万可不贵啊 我跟你说啊 这一刀切下来 一千万也是有可能的 哎 你出什么事了 对 哎 王泽林先生 你是有些商业诈骗 以及故人行凶 我们已经掌握了 确凿的人证和物证 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哎 他们可以给我作证啊 我这人一清二楚 一清二白 干干净净的呀 别演了 他们就是人证 什么 高骗烈火神盾 放干净 他们诬陷我 高骗烈火神盾哪 高骗烈火神盾 高骗烈火神盾 在这一面 你可快要看下来 我们看下来